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可以关注私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志向 这个项学当中的法令文我们说是代表手脚 有恶志的手脚一定是有一次记忆深刻的伤痛 记得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法令文处长了志 我们说法令文是代表手脚 说明是有一次记忆深刻的伤痛 位于连简下属于子女宫子女宫这个位置 如果是这里有志的话除了感情不顺之外 也是少生男孩少生男孩 这是恶志最前提是恶志 这个色泽各方面比较暗沉发黑 这种志是恶志 那么如果是位于印堂山根处印堂这个位置 那么夫妻坐这个是夫妻坐 夫妻坐附近呢这个部位影响是最大的 一方面的身体不佳 心脏容易有一些这个疾病 其次呢夫妻感情不和 而且注定是注意在这个41岁左右容易有多灾 一些这个意外等等 如果是在这个下巴 在下巴这个位置 那么下巴两边啊 我们说是属于地库的位置 地库的位置 没有继承中年的福运和财运 就是说你中年呢积累的大半辈子啊 这个财运和一些固定资产呢 没有这个这个积累下来 由于缺少家庭的帮手啊 自己一个人这个操持家务 对于女生来讲啊 虽然不缺吃喝 但是精神的欲望啊 各方面精神的这个食粮啊 都不到一些满足啊 那么还有一种是在人中这里有志 人中持这个志啊 是代表生殖系统啊 人中有志的话 代表子女的缘分比较浅薄啊 这个女生的子女工有志的话 代表这个一些妇科炎症啊 或者一些这个生殖方面的疾病啊 不易受孕或者是生产困难啊 就是说这个前提是志啊 前提是这个是遏制啊 这个是注意 好了 有关这个志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